接着呢就是要对我们这个接口的另外一个部分进行配置 就是我们这个串口 之前给大家讲了我们这个串口呢 实际上是用的这个串口3 因此要对这个串口3做一个初始化 那么我们这个串口3它具体有哪些配置呢 需要把它初始化成哪些配置呢 首先就是这个波特律的一个问题 好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这个文档对这个波特律它是怎么说的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特性参数里面有一个支持的波特律 好大家注意啊 在这个9600这一栏呢 它写了个默认啊 因此我们这个模块 在没有对它更改这个默认的波特律的时候呢 它出厂的这个波特律呢就是9600 好因此呢 我们这个对串口3的波特律的配置呢 应该把它配成9600 那么其他的一些参数该怎么配置呢 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啊 这在这个模块的使用说明里面有一个文档 有个这个文档呢是进入at状态 好这个里面就讲了这个进入at状态以后呢 模块的啊这个38400呢我们不去管 我们主要给大家看一下 它首先呢它的数据位啊是8位的一个数据位啊是一位的停止位 好因此呢我们的这个窜口的一个具体的配置呢 首先波特律9600 然后呢数据位是8位 好我们写下啊 波特律9600数据位是8位停止位是1位 好因此呢我们就按到这个配置啊来进行一个 对这个窜口3啊进行一个配置 那么我们这个窜口3该如何去初始化呢 实际上跟我刚之前给大家讲 我们对这个模块的初始化的这个模板啊 这个流程是一样的啊 只是说我们这个窜口3呢 我们可以把它认为是我们这个mco内部的一个模块 好首先呢就还是要初始化我们这个IO口啊 也就是我们这个需要初始化的这个接口 好我们进到这个窜口3的初始化里面去看一下 好要初始化这个IO呢 首先还是要初始化时钟啊 我们这里面呢要使用这个GPLB 也就是我们的啊我们的这两个IO 大家大家可以来看一下 也就是我们的这两个IO 大家看啊就是我们的这个GPLB10啊 USART3-TX以及USART3-RX以及PB11 好对这两个时钟进行这个初始化以后呢 进行这个配置使能以后啊 使能以后首先对这个窜口3做一个复位处理 好大家注意啊我们这个这个函数 以及我们的的后面还有一个USART3-IIT这个函数 它们都是来自于我们的这个SAMSIS给我们提供的这个酷函数 因此呢我们要对这个酷函数有时候了解啊 直接使用这个酷函数可以免去很多不必要的一些麻烦 好我们继续来看啊 那刚才给大家讲了我们这个复位窜口3以后呢 这个时候呢就要对这个IO进行一个配置 就要配置我们的这个IO 好大家注意我们这个时候呢 要使用我们这个窜口3的控制器 那么我们就要把IO配置成我们的第二功能 我们把它简系成AF这个全拼啊英文就是 alternate function啊 也是它的这个第二功能 好配成第二功能要使用哪个函数呢 首先就要使用这个GPIO pin AFconfig这个函数 这个呢是这个函数呢 是在我们的这个GPIO的CMSS这个酷函数里面 好这个参数怎么填呢 好这个参数啊 首先第一个参数就填我们这个分组 我们这个分组是GPIOB啊 因此就填这个GPIOB啊 填GPIOB 好我们第二个参数呢 实际上就是填我们要对哪个引脚进一个配置 证明我们要被对GPIO 要对GPIO的11脚啊 以及我们的这个第10脚进一个配置 因此我们要配成PIN Source啊 Source 11啊 以及我们这个GPIO pinSource10啊 这两个脚 然后呢 我们要使用的 它的哪一个的这个第二功能呢 我们要使用这个USART3这个第二功能啊 因此我们要把最后一个参数形成 GPIOAF USART3啊 如果大家对这个这个函数有不了解呢 可以直接可以定位到我们这个函数 也就是在我们这个STM32F SXX-GPIO.C里面好 然后定位过来以后呢 实际上对这个函数呢都有一些说明啊 我们可以按照它的说明来对这个函数的这些参数呢 进行一个填写 好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这个GPIO USART3的这个初始化里面 好同样的方法 我们把GPIO10也把它配成第二功能 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就要对这个IO进行一个配置啊 大家注意这个IO的配置呢实际上就是把它配置成 跟我们之前配成通用输出有点不一样的就是我们要把它配成它的复用功能啊 也就是我们要使用这个参数 也是我们这个GPIOmodelaf这个参数 使用这个参数把它配成这个复用功能 好然后速度啊这些呢都没什么好讲的了 好这个大家呢下来看一下就行了 然后就调用我们这个GPIOIT啊 对我们这个GPIO10GPIO11进行一个初始化 好接着呢就是配置 配置我们的这个USART3啊 这个它的这个窜口的这个控制器 配这个控制器啊这个配控制器啊 怎么配置之前给大家讲了这个波特律 波特律是9600这里面作为一个参数传进来了 因此我们直接就写这个bund啊 这波特律实际上呢就是我们要对这个UCRIRT啊 的这个结构体里面的成员变量 给它做一个复制啊 这些结构体呢实际上这些结构体的定义啊 也是来自于我们这个CMSIS 给我们的一些定义好 这些参数呢我们可以到我们的这个 好到我们的这个对这个结构体的这个定义里面去看一下 对这些参数啊大家看啊 这些参数呢都有相应的一些注释啊 我们要是不清楚呢可以把这些注释看一下啊 再根据这些注释呢来填相应的一个参数就行了 比如第二个参数就是我们的智常 我们这个智常呢是8位啊 因此我们要找到这个8位的红定义啊 对它进行一个填写 第三个参数呢停止位 第四个参数呢是机销验还是偶销验 好然后这个最后一个参数呢是它的一个模式 以及我们这个流控制 好我们这个具体的呢实际上这些红定义呢里面都有啊 我们比如说这个它的销验 这是无销验机销验偶销验 我们都可以在这些投文件里面找到 比如说一个停止位啊 这是一位停止位啊 这是两位停止位好 这个是它的一个长度啊 8位9位 好我们都可以在这个投文件里面找到 好我们继续回到我们这个初始化啊 在这个具体的一个初始化里面呢 实际上啊 就是配成一个8位的这个智常 一位的停止位好 这些呢实际上我们都可以从刚才的这个图文件里面找到 直接复制粘贴过来啊 你就照着写也没有问题 然后就是这个既有效宴 还有没有留控制啊 无硬件的一个留控制 并且它的模式呢 要支持接收和发送 因此就是UCRT MODE-RX 以及UCR MODE-TX 好然后我们就调用这个UCRT IIT啊 这个初始化函数对我们这个串口3的这个接口 进行一个初始化 好 初始化完成以后呢 大家看我们还要调用这个UCRT-CMD 这个呢实际上也是我们这个CMSS给我们提供一个酷函数啊 这里面呢就要对我们的这个控制器啊 窜口3的这个控制器做一个使能啊 做一个使能 好我们继续回过头来 我们这个使能完成以后呢 因为这个时候啊 我们还要使用中断 好这个讲到这儿呢 就我们接着刚才的这个首先是这个初始化IO 好然后我们的第二步呢叫初始化控制器 初始化控制器啊 我们这里面是这个窜口3的一个控制器 控制器的初始化完成以后呢 就是对这个中断进行使能 使能中断 好并且要配置我们这个中断控制器 如果我们要使用中断的话 好如果我们不使用中断那这个就没必要去做啊 如果我们还要使用dma的话呢 那我们这个时候还要去初始化 这个相关的这个dma的这个通道 好因此我们啊 借到刚才这个给大家讲 我们这个对一个模块啊 进行一个初始化的一个步骤呢 实际上就是这个样子的这么一个步骤啊 这个呢希望大家下来呢 能够把这个自己总结归纳一下 以后大家在写代码的时候呢 这样子的目的就会很明确知道自己该写什么 好 使能以后呢就刚才讲到了 我们要开启中断 并且对这个中断控制器 我们这NVIC这个控制器进行一个初始化 好初始化完成以后呢 最终啊我们 大家注意啊在我们对这个中断进行这个初始化的时候 我们打开了一个定时器 打开这个定时器的目的呢 是为了保证我们在初始化的时候呢 刚才讲到了我们对这个中断初始化完成以后呢 这个时候还要做一个检测 好检测 检测我们这个模块啊是否配置成功 检测这个模块 那么我们具体的啊在我们这个HC0 我们是通过发送一个AT指令 来进行一个检测 看他会不会有相应的一个回应 好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啊 实际上呢 我们这一段代码呢 都是对我们的这个模块的一个检测 好 这里面呢 首先把我们这个检测流程给大家画一下 我们这个整个的一个流程图啊 首先呢 我们会把我们这个K把这个K这个角 拉高啊 让他等于一个高电瓶拉高 拉高以后第二步呢 就会去发送一个啊 通过这个USART3 我们会去发送一个AT啊 并且以回车 回车结尾 好发送这个AT以后呢 那么如果从理论上来讲啊 如果我们这个模块正常工作的话 他会回复一个OK啊 然后这个时候就会去读 还是通过这个USART3啊 我们会去接收 我们会去接收 我们这个返回的一个OK啊 如果我们能接收到呢 就表明我们能够检测到我们的这个模块啊 我们这个模块 他是在正常工作啊 如果没有检测到呢 可能我们这个模块有可能没有接 或者他当时的正工作的不状态不正常 好 这个代码呢 实际上很简单啊 就是这样子的 代码呢 就是这样子的 大家注意我们在这个发送这个AT指令以后呢 我们要让他退出这个AT模式 然后等待我们这个HC05的一个响应 好 有一点要给大家讲一下 就比较关键的一点啊 就是这边定义了一个接收的一个状态啊 这个状态呢 是定义在哪的呢 大家看我们这个状态 我们可以去找一下这个RX啊 实际上是定义在这个地方的 这个是一个全局变量啊 是在我们这个在我们这个 UASART3啊 我们这个.C文件里面这个模块里面的一个全局变量 这个全局变量呢 这边就记录了我们当前的一个接收的一个状态 好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我们这个UASART3的这个状态 在这个地方 好 我们在这个HC05里面呢 就去引用了这个状态 在这个HC05里面去引用了这个状态 好 那么有个问题就出来了 这个状态是在哪个地方被改变的呢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 还有一个变量啊 也就是我们的这个 这个UASART3RXBuffer 这个是它接收的一个缓冲区 定义的一个数字 好 这个问题呢 就是我们这个 UASART3RXBuffer 它这个收缓冲区的数据是从哪来的呢 好 实际上呢 我们这个接收的状态 以及我们这个接收的这个缓冲区 这个接收的数据 它的一个负质以及改变呢 是在我们的这个 串口中断里面实现的 这个UASART3的一个 Hunder Hunder Hunder里面实现的一个串口中断的实现的 那么这个中断在哪呢 好 这里面给大家看一下 也在我们这个 USART3.C 这个文件里面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好 在这个文件里面呢 有个这么一个函数 把它叫叫做 USART3RQHunder 实际上就是这个 USART3的这个中断处理函数 对于这个中断处理的机制呢 在之前的课程中也给大家讲过了 这里面呢 就我们主要就给大家讲一下我们这个中断这个服务历程 这个就是它的一个中断服务历程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中断服务历程的一个流程 首先第一步 我们这个中断服务历程呢 要判断我们当前这个中断的一个状态 是否呢 是接收到了数据 好 大家注意这个参数 这个参数呢 实际上是我们的一个中断类型 这个串口 串口接收的一个中断类型 表明我们这个串口接收这个缓冲区是否为空 因此呢 我们就可以判断出 如果当前我们这个串口接收缓冲区不为空的话 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呢 就表明这个缓冲区里面是有数的 然后这个时候呢 就要去调用我们这个USART Reserved Data这个函数 可以 具体的看一下 这个函数它是用来做什么的 大家看是用来返回这个最近接收到的数据 最近接收到的一个数据 好 我们这个调用这个函数呢 就可以 把这个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返回值是什么 返回值 我们来看一下 返回值呢 就是接收到的数据 也就是这个一个16位的 16位的一个 无符号的一个整形值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RES RES我们会怎么处理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判断一下 判断一下我们当前是否还可以继续接收这个数据 主要是通过我们这个 USART3-RXSTA Stator这个 这个变量啊 去进行一个判断 当然刚开始的时候这个变量是0 因此呢 这个值 肯定是0 它的第15位 与它的第15位 做了一个 与操作以后 肯定是0 因此我们继续来看 好 有一点要给大家注意一下 这个代码呢 代码呢 这个写的 写个1 左翼15位 这个可能 不知道大家 可能也不知道这个什么意思 因此这个代码 这个地方写的很不好 然后一会儿我会把这个代码改进一下 好我们继续往下看 我们继续不要打断这个代码的讲解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当前这个接收的这个状态 接收这个状态是否呢 是小于我们这个接收最大的这个长度 如果是比这个长度要小呢 表明我们还可以接收数据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要把我们的计数器清空 这里面大家注意 这里面定义了一个计数器 我们为什么要定义这个计数器呢 因为呢 我们的这个STM32F407 它的这个中段 有些特殊 我们为了避免 避免我们这个接收到这个不连续的一个数据 我们这边就定义一个计数器 实际上这里面有个说明 就如果两个字符间接收的间隔超过了100毫秒 认为不是一次连续的数据 好 因此呢我们就要通过这个计数器 来判断我们这两个两次接收到的这个数据呢 是否是连续的啊 因为我们这里面只要我们这个连续的一个数据 好 我们清空计数器以后呢 我们这个时候啊 我们要使能这个计数器 使能这个计数器啊 并且要把我们这个接收到的这个值 给我们的这个usrt3rxbuffer 也是我们这个缓冲区 放到我们这个缓冲区里面 然后呢我们把这个状态啊 进行一个加一 因此那个这个状态呢 它有几个意思啊 它还表明了我们当前这个接收到的一个长度 好 如果这个时候我们接收的这个数据的长度呢 已经大于了我们这个最大的能够容纳的这个长度呢 那么我们就强制给它自己一个接收标志 好 这个1 左115呢 实际上我们可以做这么一个定义啊 我们define 好 这个 reserve 我们这个uart3 reserve flag 好 reserve 完成吧 接受完成的一个flag 被你写的一个flag啊 定义成什么呢 定义成我们的这个 好 我们把这个e 大家注意啊 这要打个括号 这要打个括号 这样子呢 才不会出现啊 才不会出问题 好 好 然后我们直接把这个参数 和它做一个与操作啊 并且呢 如果这个时候 我们的数据的长度已经超过了我们最大的长度 那么我们就把这个接收的这个状态呢 强行的给它 制一个标记 制一个标记 好 然后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接收的这个hander呢 我们这个窜口的这个中端处理呢 就到这就结束了啊 好 我们这个窜口的处理呢 到这就结束了 好 我们接下来呢 来看一下我们这个m函数里面 我们这个m函数里面